為了所謂的社群教育主委的錄冊 跟管政府在本議室 高雄民間單位的合作 只要各個中辦理換主席 不正常說有六所國中 開辦率達到百分之百 其中在海區朋友的黨營國中 跟媽補助部份的交通和暗棚 為了學生提供完善的學生環境 家裡面真的沒有適合的空間可以免除 整個家裡面真的沒有找不到好 找不到的地方可以讓你靜下來好好讀書 沒有那種空間 尤其像以前我們住三樂園 我們都住大公鋪 一個晚上睡覺都五六個人 睡在 又不會有個人房間 如果說念書有時候還有個人房間 我們鎖起來就自己在自己的房間裡面 我們那時候條件都沒有這個條件 所以我在想說應該國中 開始慢慢比較有一些競爭跟考試 或是有一些壓力 所以學校應該開放一些空間 可以讓大家可以自由 我想留下來讀書 讓學校也有這樣的空間給你們 我認為是很重要 當年國中廟是四當前開辦編主席 兩當前管府進一步補助交通和晚上 減輕家庭的負擔 學生來參加議員前加 目前國三的學生一合六個人 有一個五個人來參加 國一和國一的學生來參加 我參加完自習參加 從國一參加到國三 然後我覺得參加完自習對我來說就是 可以幫助我成績的提升 然後呢 如果我在家 就是有時候家裡太吵 可以來學校讀書 就是可以幫助我可以再進步一點 董哥說 我們在學校換自習 可以向董哥來問功課 如果是剛才不合理的 還可以問老師 還是起來讓自己變得更好自信 其實大多數會留下來的孩子們 他們可能都是 對學習有一定的志向 那他們其實就可以 透過晚自習的這個活動 他們可以去跟同學求助 那或者是 他們可以去跟老師討教他們 在課程中不會的問題 我們就可以很妥善地利用 週一到週四 每天的晚自習的時間 去幫學生增強他們的課業 國父表示 每一個人的家庭環境都不一樣 這些孩子覺得家裡不想搭車 歡迎學校後參加我主席 後來學生只要花時間在搭車上 就得到相對的學習生後 記得要給大家觀察 報道